第三世纪 反克为主 唐朝有个叛将叫蒲固怀恩 他煽动吐波和回合联合出兵攻打大唐 一直打到都城附近的金阳 金阳首将是著名的将领郭子怡 他手中只有一万人马 无法对抗这么多敌人 只能一边防御一边派人探查敌军的情况 就在这时 涂布怀恩突然病死了 吐波和回合失去中间联络的人 渐渐产生了矛盾 将军 现在吐波和回合一个守在东边 一个守在西边 都不肯听对方的指挥 唉 当年回合把我们一起平定了安史之乱 我与回合将士们一同出舍入死 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也许他们愿意和我谈一谈 郭子怡不带侍卫和兵器 独自前往回合军中 说自己想与老朋友见面 回合的都督 耀葛罗是个重感情的人 他听说郭子怡来了 非常开心 郭老将军 您还活着 啊 扑顾怀恩对我们说您被奸臣害死了 原来 扑顾怀恩谎称谎的甲崩 忠臣被害 中原乱成一片 让吐波和回合趁机攻打大唐 现在你看到我还活着 总该知道扑顾怀恩是在骗人了吧 耀葛罗十分惭愧 郭子怡又说 吐波只是在利用你们啊 让你们与大唐作战 双方都被削弱 吐波却从中占便宜 回合曾经帮助过大唐 大唐也一直对你们很好 如今为什么要破坏关系 把朋友变成仇敌呢 随后郭子怡与耀葛罗举杯共饮 定力盟示 双方一同驱逐吐波 维护了大唐的平安 反客为主原本的意思是 本来是客人 却用主人的语气说话 在兵法中指的是 抓住时机紧入敌人内部 控制对方的首领或机关 把敌人的势力变成我方的势力 月王勾剑被吴王夫差打败 在吴国做了三年的努力 受尽了侮辱 勾剑回到月国之后决心复仇 我一定要打败夫差 报仇雪恨 他的大臣文仲说 吴国比我们强大太多 想要复仇 用武力硬拼是不行的 你说得对 我们该怎么办呢 猎人用食物诱惑空中的鸟儿 让他们落入陷阱 渔夫用鱼饵诱惑水底的鱼 使他们丢了性命 如果您能用什么东西诱惑夫差 就可以削弱吴国的力量 于是勾剑精心挑选了两位美人 西施和正在送给夫差 夫差十分高兴 他每天与两位美人一起饮酒玩耍 渐渐不离朝政 大王 请您辟阅奏折 大王 我们去喝酒嘛 好好好 什么奏折 不要来烦我 几年的时间里 吴国越来越衰弱 而勾剑一直勤奋地治理国家 锻炼军队 越国在他的带领下变得很强大 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吴国 美人既旨的是 通过禁献美人 消磨敌军将领的意志 使将士斗志衰退 失去战斗力 国方趁机进攻取得胜利 孙国的诸葛亮驻守西城县 只带了2500军士和一群文官 忽然哨兵来报 司马懿带了大军15万 向我们杀过来了 官员们全慌了 诸葛亮马上传令 把我们的旗帜全部隐藏起来 军士们守着各自的岗上 打开四个城门 再找二十个军士 伴坐百姓打扫街道 所有的军士都感到疑惑 卫军就要杀来了 还不赶快逃命吗 可诸葛亮不慌不忙地抱着一把古琴 带着两个书童上了城头 焚香弹琴 司马懿率领大军一路沙向西城县 突然接到报告 诸葛亮大开城门 坐在城头府琴 你们留在这里 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司马懿和儿子司马昭 带着一小队人马来到城门 果然看见诸葛亮正坐在城楼上府琴 琴声悠然动听 城门大开 只有一些百姓在低头打扫 一切十分平静 性格多疑的司马懿有些不安 看来诸葛亮早有埋伏 传令退兵 父亲 我看诸葛亮其实没有兵力 才故意做出这副样子 不如我们直接杀进去 生擒了他们 哼 诸葛亮一向谨慎 从不冒险 一定是做足了准备 再听听他的情音 哪有一点慌乱 赶快撤退 十几万大军就这样 被诸葛亮的一所空城吓跑了 官员们都很奇怪 司马懿竟然就这么撤退了 是什么原因呢 司马懿这个人多疑 又知道我向来谨慎 今天他看我大开城门请他进来 当然会怀疑城内有重兵埋伏 就下令撤退了 可我们为什么不直接逃跑呢 司马懿的人多 我们就算逃跑 也很快会被追上啊 只能用这空城计了 众人听后 连连称赞诸葛亮 神机妙算 计谋无双 第三十三计 反剑计 三国时期 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 与周瑜博得两三倍 曹军的人数是我们的好几倍 真可怕 还好曹军不会水战 哦 嘟嘟 不好了 曹操刚招收了两名将领 彩帽张宇都擅长水战 正在训练水军呢 什么 这一下完蛋了 过了几天 曹操派手下蒋干 去拜访周瑜 想要刺探军情 哼 嘴上说来找我叙旧 实际上是来当间谍的吧 哼哼 正好 我有个主意 周瑜设下宴席迎接蒋干 然后假装喝醉 让蒋干与他一同休息 咦 这儿有封书信 我来看看里面写了什么 周瑜 周瑜 你睡了吗 蒋干打开信一看 竟然是菜帽和章鱼写的投降书 要和周瑜一起反抗曹操 蒋干大吃一惊 这时周瑜的手下来了 嘟嘟 嘟嘟 什么事啊 菜帽和章鱼说 嘘 小声点 天哪 菜帽和章鱼真的是叛徒 第二天 蒋干赶回曹营 把这件事情告诉曹操 曹操气愤地处死了菜帽和章鱼 可是 这一切 其实都是周瑜的计策 他裹造投降书 借用曹操派来的间谍 让曹操损 让曹操损失了两名重要的将领 反舰计指的是 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传递假消息 使敌人判断失误 遭受损失 赤壁之战前周瑜与黄盖商量作战的计划 我打算火烧曹军的船只 可是 要派谁去放火呢 我来 我假装向曹操投降 取得他们的信任 再趁机放火 可是曹操生性多疑 怎样才能让他信任你呢 我有一招苦肉计 第二天 周瑜在大营前 为将士们鼓劲 我们短时间内 无法打败曹操 大家领三个月的粮草 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黄盖却大声嚷道 哼 别说三个月 恐怕三十个月也打不赢 不如早点投降吧 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扰乱军心 来人 拖出去 打 黄盖被打了五十军棍 打得昏死过去 当天夜里 黄盖派人送信给曹操 表达投降的愿望 黄盖要向我投降 这是为什么 听说黄盖被周瑜狠狠地打了一顿 他肯定对周瑜很不满 不仅如此 黄盖早就主张投降了 还说周瑜一定会输呢 原来如此 哼 那就欢迎黄盖加入我们吧 到了约定的日子 黄盖带着装满油 柴的船队 驶入曹军营地 趁着风势 点起火来 把曹军的船只 上了金光 曹操这才知道 自己上了当 后悔莫及 苦肉祭 指的是对自己 进行伤害 从而获取敌人的信任 打入敌人内部 进行间谍活动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南宋将领 毕在玉曾经多次对抗金兵 惊人的战斗力强悍 大多数都是非常活动的旗帝 于是 毕在玉在打仗时 常常使用连环计策 先削弱敌人 再发起攻击 有一回 毕在玉命令部队采用游击战术 金兵前进 毕在玉的部队就后撤 金兵一停下休息 毕在玉就带着队伍出击 等到金兵开始反击 他又带着队伍跑得无影无踪 进进退退 打打听听 把金兵搞得疲惫不堪 到了夜晚 金兵的将士和马匹都累坏了 回到营地休息 毕在玉准备了许多用香料煮好的黑豆 偷偷撒在阵地上 然后偷袭金兵 金兵正要反击 毕在玉又撤退了 啊 气死我了 是啊 真想追上去 跟教训他们一顿 哦 这样也好 我们就乘上追击 把他们彻底打败 谁知 金兵的战马东奔西跑了一天 又饿又累 闻到地上有香喷喷的味道 就停在脚步大吃起来 即使金兵们用鞭子抽打 也不敢前进 金兵掉不动战马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 毕在玉带着全部队伍 从四面包围过来 杀得金兵 权兵马赛 一败涂地 连环祭指的是 将多个计策一起使用 当敌人力量强大时 先使用牵制敌人的计策 削弱敌方的战斗力 然后再使用进攻的计策 击败敌人 第36集 走为上 岳王沟剑手下有两个大臣 范里和文仲 他们足智多谋 一直帮助勾剑治理国家 使弱小的岳国 逐渐变得强大 最终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 岳国称霸之后 全国上下都非常高兴 但勾剑的脸上却没有笑容 范里健壮 对着文仲叹息道 唉 是时候离开朝廷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王刚才还说 要给我们想不尽的龙华富贵啊 你知道吗 如果天上的飞鸟都被射光 弓箭就只能收起来了 如果林中的猎物都被抓走 猎狗也就没有什么用了 现在越国已经称霸 大王也会觉得 我们俩派不上用场了 而且大王是个忌妒心很强的人 今天大家都在庆祝 他却不高兴 一定是认为我们的功劳太大 超过了他 他已经想要除掉我们了 不可能 大王不会这么做的 当天晚上 范里偷偷离开越国 改名换姓做了个商人 积累了许多财富 日子过得很不错 而文仲不相信范里的话 留在越国 没过多久 越王勾剑就对文仲越来越疏远 还怀疑他想要谋反 逼得文仲自杀了 文仲临死前 对天长叹 我真后悔 没有听范里的话及时离开 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啊 走围上指的是 面对强大的敌人 没有胜算的时候 我方可以主动撤退 保存实力 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同时观察局势 等待反攻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